中国五大战区有多强 随便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能抗衡一个国家 我国曾经设置过12大军区 7大军区 6大军区 2016年以后 为了适应现代化作战的需要 将军区改为战区 建立五大战区 这些战区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 以及和平的使命 具有雄厚的实力 可以说随便拉出一个来 都能够抗衡一个国家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五个战区 在观看的时候 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一 北部战区 在我国的许多战区中 该战区的位置最靠北 而且也比较特殊 因为其他的战区都是连在一起的 只有这个战区分为两个部分 辖区包括我国东北的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这三个省份 还有内蒙古自治区 这几个省份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北部战区还有一个省份 那就是山东省 我们可以看到 山东与东北之间 从陆地上来说 隔着河北省 从海上来说 隔着一个渤海湾 那么为什么在划分战区的时候 山东省会和并不接壤的东三省 和内蒙古自治区在一起 我们都知道 山东是我国的人口 以及粮食大省 而且地理位置比较重要 其位于渤海之南 从地缘位置上来看 该省份与我国的辽宁省 隔海相对 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 互称鸡角之势 守护着渤海湾的安全 而渤海湾周边 不仅仅是我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其西部还有我国的首都 将山东省划分入北部战区 有利于高效的调动资源 提升我国的海上防御能力 该战区的总面积 为213.21万平方公里 占我国总面积的22.02% 其前身包括 沈阳军区的全部范围 另外还有济南 北京军区的部分地区 除了陆地部分以外 该战区还包括海上防区 其范围大致在连云港以北的 黄海海域 还包括我国的渤海 其战区司令部驻地 设置在沈阳 陆军机关的驻地 设置在山东济南 海军驻地在青岛 从该战区的地理位置来说 该战区与蒙古国 俄罗斯 以及朝鲜 这几个国家接壤 其兼顾我国的北部 东北亚地区 以及渤海 黄海海域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到 该战区地位有多么重要 另外该战区 还有我国最早的海军部队 该舰队目前有三大海军基地 分别在青岛 旅顺和葫芦岛三地 其中旅顺军港 是我国北方的 幽良不动港 其恶守渤海咽喉 是北海舰队 大部分驱逐舰部署地点 而在葫芦岛 则停泊有常规舰艇 青岛是该舰队的 河潜艇基地 同时这里还是一个 开放性的军港 用于迎接外军的参观 目前该舰队 有两个驱逐舰支队 一个护卫舰支队 一个核潜艇支队等 各种舰艇 共计330余艘 还拥有三个航空兵师 该战区的空一旅 装备着我国最先进的 歼20战斗机 除了舰队以外 该战区还有辽宁舰 这一航空母舰 是首各拥有航母舰队的战区 二 中部战区 该战区范围包括 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山西 陕西 湖北 七省市 其面积为93.2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9.46% 司令部驻扎在北京市 陆军机关在石家庄 这是我国唯一一个 没有与其他国家接壤的战区 因此相对于其他的战区来说 其整体压力要小一些 不过该战区的实力并不逊色 拥有81 82 83三大集团军 83集团军的第83特战旅 是著名的王牌师 而82集团军的前身 唯有万岁军称号的38军 其下辖7个合成旅 这也是我国目前集团军中 合成旅规模最大的部队 该战区虽然有一部分海岸线 但是没有海防压力 因此没有海军 只有部分海军舰艇 在其辖区内 有一个海军指挥机关 该战区有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北京航天中心等重要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的首都就位于该战区 因此该战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保卫首都的安全 三 东部战区 该战区的主要范围包括江苏 浙江 上海 安徽 江西 福建级省市 主要范围是我国东部沿海和内陆省份 该地区人口密集 靠近我国的黄海 东海海域 对于捍卫我国的海疆安定 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该战区十分注重海上防御力量的部署 西侠区之内的东海舰队 拥有四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一艘054A 两艘054与四艘054H3 共计15艘护卫舰 整体的舰艇数量超过100艘 不过该舰队目前没有装备核潜艇和航母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其管辖范围内 没有能够停泊航母的核式港口 因为其辖区内海域的港口多为大型商业港 如上海港与周山港 这里商贸繁盛 对外贸易发达 海上船舶往来数量十分巨大 航道也十分拥挤 不适合部署更多的战斗舰艇 也没有核潜艇的施展空间 因此也没有部署核潜艇 在陆军方面 该战区有71、72以及73三大集团军 其中71集团军是我国目前集团军番号之首 这也是目前我国陆军战队中 装甲化和信息化普及率最高的部队 而该战区的空军力量 更是可以堪称全国精锐 其最为有名的空军部队就是空军第九旅 另外还有网络部队以及卫星海上测空部 在信息站海上侦察检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西部战区 可以说这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战区 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我国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 还有甘肃、四川、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重庆等几个省市 整体上的面积达到了464.99万平方公里 占据全国版图的48.71% 该战区接壤的国家最多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多国家与该战区接壤 另外还有一个常年不稳定的克什米尔地区 还有战乱布置的阿富汗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 该战区所面对的局势也是非常复杂 为了应对这种不稳定的地缘局势 该战区也拥有雄厚的军备力量 西辖区之内有76、77两大集团军 同时还拥有新疆军区、西藏军区的作战部队 为了应对山地高原为主的地形 该地区还设置有大量的山地摩托车部队 其主要任务是为了保护我国广袤的西部边疆 另外这里还有成都、兰州两地的空军 西昌卫星发行中心 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压舱石以及储备力量 五、南部战区 该战区的主要范围包括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云南和贵州几个省市 其面积约为123.36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的12.66% 在陆军方面拥有74、75两大集团军 分别下辖有6个合成旅 我们可以看到该战区所辖的省份 其地形多以山地为主 崎岖不平 因此这里的部队也非常擅长在山林地带作战 能够充分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地形 除了陆地以外 南海海域也属于南部战区的辖区 目前该辖区有我国的第二支航母舰队 南海舰队 拥有航母山东舰 我们都知道南海的局势比较复杂 因此其海军舰队是我国的三大舰队中实力最为强大的 该舰队拥有各种型号的舰艇120多艘 除了航空母舰以外 还有两栖攻击舰一艘 导弹驱逐舰20艘 核潜艇10艘等 在保卫我国南海海疆安全方面 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这几大战区实力雄厚 各有所长 共同保卫着我国的安全 另外 每个战区至少有一个火箭基地 在世界上单独拿出来 都可以比肩区域性的军事强国 这每个战区随便单挑一个中小型国家 都不在话下